如果将华语动作片与斯文败类这个词节合起来 大家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 肯定是那个收着小背头 身穿板正小西服 带有一身鲜明特点的中国功夫 却完全不受西装束缚 帅到令人霸指的万年反派西装暴徒张静 尤其是《沙泡浪2》中反派预长角色最为经典 但很多人不知道张静这次的爆发 是他折服多年的必然结果 本以为一举夺魁的张静能像吴京一样大红大紫 但如今看来事实好像又并非如此 那么因和张静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打出头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气晚成的西装暴徒张静 张静9岁便开始习武 身为国家专业武术运动员的他 21岁便获得国家武英级运动员的称号 要知道武英级是中国武术运动员的最高等级 要获得这个称号必须是顶尖中的顶尖 而直到现在张静是整个重庆市唯一一个武英级运动员 张静与票房一哥吴京一样 退出武术队后都去了影视圈发展 但他却没有吴京那样好运 吴京受老师推荐 第一部戏就担任男一号 与已经抱货的女神钟丽提合拍电影 而一心想当演员的张静 退役后却在导演袁和平的原家班做提升 说来也是巧合 刚入行的张静参与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吴京主演的新少林寺 张静那时候身材教授 就替影片中的女一号沐阳女做武打提升 他与吴京同岁 可吴京已经是男一号了 自己却还是个无名小卒 所以张静当时对于女性替身的身份 不免有点排斥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想做演员 做了替身之后 反倒没有机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前 甚至连小偷流氓这样的角色也很难拿到 但还好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态 在做提升期间 袁和平也不断带着张静去各个剧组拍电影 解释大佬 在张艺谋的武侠电影《英雄》中 让张静做真子丹的替身 与李连杰配戏 在李安指导的武侠动作片《卧虎藏龙》里 做杨子琼的舞梯 虽然每次合作的都是大咖 但他却从没在镜头面前露过脸 张静一直记得 寒冬时在拍摄《卧虎藏龙》的深夜里 妈妈打电话问他睡了没有 他却告诉母亲自己在房顶上掉瘟亚 母亲很久都没有说话 事后张静都有些后悔 说了事情 怕妈妈觉得自己做这个工作太苦了 在袁和平的带领下 张静不断地做男女演员的替身 偶尔演两个不嫌不淡的配角 原本他都打算做一辈子的幕后人员了 却没想到一次偶然间 张静发现自己在网上竟然还有影迷 这让他重新燃起了做演员的希望 他决定转型 专注于荧幕前 但演艺圈并非是这么好混的 他尝试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影视角色 比如《无敌英雄》中的金武门掌门林振生 《武术之少年行踪》 《武术指导郭南》等等 张静出演了不少作品 但依旧没什么名气 唯一让人能够记住的 也就是奇幻武侠剧《水月洞天》中 单纯智悉却又身手其高的 同心一绝了 这不免让一心想成为演员的张静有些气馁 事业失忆 感情也并非完全如意 因为事业上的差距 张静与蔡少芬的感情 一开始便不被人看好 当时蔡少芬虽然已经完全脱离刘鸾雄 打海深陷刘鸾雄包养们的舆论中 无法自拔 使她一度不相信爱情 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个垃圾 在两次拒绝了张静的求爱后 也许是被张静的真心打动 两人在一起了 但在外界看来 两人就是女强男弱 还有一些媒体直接称张静为 穷武师吃软饭的 张静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形状 她选择离开原家班 独自去北京打拼 那段时间张静不停地跑剧组 递资料 但因为名气不高 经常被导演拒绝 而蔡少芬也就默默陪着张静 承受着一切 直到现在张静提起那段时候 也是很感激蔡少芬的陪伴和疏导 否则一个人负面情绪积攒多了 真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两人经历了四年半的感情长跑后 好不容易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即使在结婚的前一天 张静还在剧组拍打戏 还不用替身 自己直勾勾地从高台摔下 而下面就是硬邦邦的水泥地 还被同场演员不小心用刀把戳到眼睛 眼皮处血流不止 即使张静如此拼命 但她的演艺事业仍没有起色 外界的媒体都说她靠老婆 张静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 好在妻子一直欣赏她 鼓励她 就像《一代宗师》中说的那样 刀不再杀再藏 折服了这么多年的张静 早已积累得满满的 这些难得的经验让她叙事待发 2013年张静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王家卫指导的动作片《一代宗师》 在中国内地上映 张静凭借着野心勃勃 心术不正的行义拳宗师 马三一角 力压黄博 佟大为和彭于燕 第一次提名就一举夺下了 第三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 影片中张静将美学与武打融为一体 与张子怡的对戏丝毫不逊于对方 将行义拳的刚进发挥到极致 在颁奖典礼上的感谢词 不仅让妻子善然泪下 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从那时起张静在外的名号 不只是蔡少芬的老公 更是武打隐心张静 张静的事业就此如日中天 之后接演的影片 更是让他逐渐找对了定位 与周润发谢霆锋合演的澳门风云中 心狠手拉的护卫杀手鬼眼 让观众眼前一亮 在《沙破狼2》中刚烈豪气的表现 再次赚够了观众的眼球 武力镇压囚犯 双打吴京和拳王脱衣甲 让人直呼过瘾 不管怎么打 领带和小背头发型 依旧那么整齐帅气 可谓是真真的 血可流 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连吴京都直称 自己在片中被张静折磨得够呛 拍一个镜头就要中四十八角 张静不但在武打方面 做足了功课 为了观众看着不出戏 更是现学泰语和韩语 并用真声做配音 张静更是凭借这部电影 获得了最佳男配绝奖 在这之后 他也接了很多男一号的角色 大多都是动作电影 也非常符合他本人的形象 但票房和评分都不理想 虽然打戏场面够大气 但缺乏经典动作 难以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与余文乐主演的警匪动作片 狂兽 豆瓣评分也极其直低 剧本过于老套 剧情bug又多 很多网友都是看了一半 看不下去了 直呼白白瞎了这么好的演员阵容 和张静的一身好功夫 不只是国内的电影 与史太龙合作的 金蝉脱销三 恶魔车站 和环太平洋 雷霆再起 两部好莱坞超然大片 也是反响平平 虽然大家肯定记得 金蝉脱销三中 张静饰演的罗绅 西装革履 手拿黑色长柄伞 绅士装备 外加帅气十足的脸庞 一出手就是典型的 Chinese功夫 一行拳加八卦掌的组合打法 霸气十足 将雨伞玩出花式 出手干净利落 朝朝凌厉洒脱的模样 再次坐稳了 西装暴徒的往位 但是再好的演技 再精彩的打戏 也抵不过一个塑料剧本 2019年 好不容易又等来一部张静主演的犯罪动作片 九龙不败 却再再次被影迷吐槽 剧情逻辑不通 过于无厉头 但更多的是心疼张静又结了烂剧本 还有人调侃说 看完之后发现 只有张静一人在认真工作 其实说了这么多可以发现 一个演员演技十分重要 但能否接到好的剧本 是影响他演艺生涯 更为关键的一个要素 要不然再好的演员 遇上类似于郭静明那样的编导 也只能送上一首凉凉 张静一路走来 所有的付出与不意 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 但作为一个演员 只有真功夫 却没有好的剧本去劝托 也只是事倍功半 希望现如今 家庭幸福美满的张静 在视野上 也能够春风得意 马天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同时也希望静哥哥以后的作品 可不要再让观众失望呀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永春 张天志